对啊 今天收关了 然后看完了大结局 现在来跟大家聊聊天 你们都吃饭了吗 你们看完大结局有什么感想吗 有什么想说的 都可以发在评论里面 吃了吗 我还没吃呢 第二季什么时候来第二季你们可以问导演 你们给他发私信问问他 大结局好像妇联 对 看完大结局 其实我的感触也特别深 尤其是最后大家一起去解救张楚兰的时候 所有人都在给他输送功力 然后所有人一起说出道法自然 就那一刻我觉得就是 就是那种大家起心协力 然后 为了 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 倾尽所有的那个状态 我觉得真的是让人感触很深 团结就是力量 对也可以这么理解 想看我抽风的画序 这不可能 抽空的画序都被我删掉了 你们想学打太极吗 可以啊 有机会的话可以教教你们 大街区有点东西 是 有点炸毛 是吗 有一点点 中秋 吃什么月饼 你们喜欢吃什么馅的月饼 我喜欢吃 我喜欢吃 豆沙馅 我们还是聊聊剧情吧 你们觉得最后一集啊 或者说其他的 呃 你们特别喜欢的场面 特别喜欢的情节 大家都可以展开聊一聊 或者说大家有什么问题 有关于网野的 有关于大家的 或者有关于导演的 都可以 哎 等一下 我看有人问 大结局 哦 我帮张楚兰的时候 真的很酷 我和父亲的戏很感人 哦 所以可以聊聊我跟父亲的那场戏 呃 就这场戏是 嗯 就在原 漫画中 呃 是没有的 呃 但是为什么加了这场戏呢 就是说 因为毕竟是北京片嘛 他也算是 呃 王爷的主场 呃 他主要就是想表达这个 王爷 呃 呃 他对于家庭的责任感 还有和他父亲的这种 关系 关系 对 其实原动呃 原动漫其实在这个地方 呃 嗯 怎么说呢 可能可能没有像 呃 呃 我们这个剧中 这么具象化 呃 但是可能当时在创作的过程中 就是希望 呃 能够升华一下 王爷跟他父亲的情感 对 就王爷他看似洒脱 呃 不在意 对 甚至是可能一开始有一些逃避自己的家庭 但其实他最爱的就是他的亲人 他最在意的也是他的亲人 就他对于家庭的责任感是非常非常重的 嗯 嗯 对 王爷有个好爸爸 所以就是 这也是王爷最终为什么选择 呃 入世的一个原因 对 他不之前是出世了吗 然后这次他选择重新入世 呃 这个他家人也是分不开的 嗯 一个是 一方面是他想做个行者 呃 直面自己的人生 然后考验自己 看看自己到底几斤几两 另外一方面也是他想通过这个方式 呃 能够减少 嗯 家庭的压力 对 这样他的家人就不会有 不会再有任何的危险 对 也是想保护好他的家人 嗯 等一下啊 我慢点看 这个打子贼快 你是不是把 导演王爷的手慢伸走 对 没错 是前两天 前两天 前两天就是 大家还记得吧 就是前两天用那个导演手机直播的时候 当时我们就去了导演的 呃 这个这个公司 导演的这个工作室 啊 然后一进门我就看见一个一个特别大的一面 啊 玻璃的展台 上面就有这个王爷的手办 然后冯宝宝的 然后这个诸葛清的张立宇的全有 对 然后但是最新我就是王爷的这个 所以当天我就是 势在必得 我必须要把它拿走 嗯 对 当然了导演也很大方 导演非常大方 导演就是 对 他说就是 啊 是我应得的 然后他就很大方的给我了 他现在放在我家里一个最最最最重要的一个位置上 因为我家里有一个展台 对 封后奇门 封后奇门在八奇技中排第几名 其实我觉得就在我看来啊 就是八奇技可能 嗯 嗯 嗯 每一个技能都有他独特的地方 就分怎么用 也分是谁用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没有真正的强弱之分 嗯 而且很多技能也在逐渐的开发的过程中 对 就像王爷在 在后面的几个篇章 他有讲他的这个 这个归阴体 就他有很多 其实有很多 呃 其他的 嗯 能够发展的一些空间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 嗯 没有说哪个最强 只有说哪个更合适 王爷的裤子一边长一边短 对 这个这个也是开机的时候 也不是开机的时候 是订装的时候 大家一起去 嗯 去 去聊角色的时候 然后就在想这个这个装扮上怎么样 能够更 更让这个人物 更贴近他 然后更有意思 然后显得更更随性一些 所以这个裤脚就是一边长一边短 对包括 其实大家细心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 就是我所穿的那个 道士的那个鞋 我是 就把他后面的那个 呃 后面的那层布踩在我的 呃 呃 脚下面 对等于说就是像穿拖鞋一样 穿着那个鞋 嗯 我再看看你们的评论啊 眼王爷表情包的时候会尴尬 我觉得我 我不会尴尬 对 因为我早就做好这个心理准备 必须是演员嘛 就这点心理素质还是得有的 对 嗯 其实 还是要相信自己 然后相信这个角色 嗯 眼王爷道上有做什么功课吗 对 就是今天也发了一个长文嘛 嗯 上面也其实有一些写的比较具体 对 大家有时间的话 可以 可以浅看一下 嗯 功课 其实我觉得这都是就是 就应该的吧 都是 都是应该去为这个角色付出的 嗯 都有 嗯 比如说了解 对 嗯 动漫 然后学习台机 学习跑酷 嗯 嗯 嗯 等等等等 包括去看一些动漫的 呃 弹幕 包括去看一些这个原漫画中下面的大家的评论 对网也的看法 对 其实多个维度吧 多个维度去去了解这个角色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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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看看你们的回复哈 嗯 嗯 很多功夫去练台机 对 所以就是如果要是录这种太极视频 可能也就是跟大家浅浅的交流一下 野王野这个角色有没有给我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有有有有有有非常多的改变 对我觉得就是首先这个角色给了我很多的勇气和能量 对 因为我觉得嗯 想去呃呃呃 试演这个角色 下定这个决心 其实需要很大勇气的 对 然后我觉得王野 他已经 这么的 呃 修为这么高 境界这么高 他都敢于去直面自己的人生 直面他自己的缺点 然后重新的做一个行者 我觉得他都有这样的勇气 那我又 为什么不 去大胆的去尝试呢 对 所以我觉得嗯 王野给了我很多力量 包括他的 他的 他的 他的洒脱 他的 呃 不计较 不计较过去 不计较得失 包括他 呃 嗯 尽管有这么这么多修为 他依旧去选择 呃 用一个低姿态的方式 去与大家相处 对 他并不是那种非常强势的那种 所以我觉得就是他身上 非常非常多 呃 他的 嗯 他的这种特质吧 都是值得我去学习的 然后呢 今天啊 呃 今天就是 大家也都知道哈 王野他剧中是一名术士 对那术士呢 他就是 就是 在这个 占卜 占卜这块 非常的精通 对 包括他的丰厚奇门 其实 也有这项技能 呃 所以呢 今天呢 我想 请一位嘉宾 嗯 他当然了他没有这个丰厚奇门 这项技能 但是 呃 大家可以提你们想提的问题 然后呢 我用答案之数来帮你们解答 我们看能得到什么样的答案 怎么样 对今天他就是占卜师 来 现在 欢迎大家提问 第二季什么时候拍 好 这是个好问题 来 来 第二季什么时候拍 看到了吗 问问你爸 好 问问你问问你爸 行 你问完你的家长 然后你可以私信给我 或者是评论给我 我看看是他是怎么回复你的 啊 刚才还看到一个啊 下一期双次球的号码 嗯 这是好问题 你需要掌握主动权 预测双次球号码怎么掌握主动权呢 这很难啊 我觉得这个更适合你 我觉得这个更适合你 那个想问下一期双次球号码的可以看这个 我觉得这个很适合大家 下不为例 就不要去 就不要去 不要去想 对 不要浪费没有意义的事情 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面 下不为例啊 再看一下 啊 呃 哎太快了 这个你能考我能考上大学吗 好 哎 这个很好 尽早去做 尽早去做 对 这就是 嗯 嗯 啊 有愿望 就尽快去实现 尽早去做 看看啊 太快了 这太快了 等一下啊 王也缺妹妹吗 嗯 这是个好问题 把这当做一次机会 我觉得这个机会有点渺茫 这当做吧 嗯 我能报复吗 大家怎么总有这种问题 真的能得到答案吗 你觉得 我能报复吗 试一下 哇 我觉得这个很应景啊 这个答案 付出 你的全部 真的 如果想报复的话 真的 付出你的全部 付出你的全部也未必实现 但是呢 不付出你的全部是绝对不可能的 所以为什么不去大胆的尝试一下呢 期待这个今天提问说想要报复的这个人 如果你真的有一天报复了 啊 结个屏 结个屏好吗 至想要报复的兄弟们 至想要报复的兄弟们 好下一个啊 为什么是兄弟们 那我 我该说什么 这个 对啊 朋友们 嗯 网也能穿道士服跳舞吗 我觉得不太可能吧 对 不太可能 因为那个 其实在一人之下里面 不知道有那个一人迪斯科吗 一人迪斯科 但当时网也他不在场 我觉得他如果在场的话 他应该是 应该有可能会 会跟大家玩起来 但他不在场啊 嗯 所以就错失这个机会 嗯 你看大家有什么 等会这样 我再提 大家再提三个问题 好吗 我再看三个问题啊 大家都是这种问题啊 要么报复 要么什么大学能不能长到 大学能不能找到男朋友 我给你看一下啊 补一挂 那可能不容易 但你会发现他的价值 嗯 希望你可以成功 嗯 来来来 大家继续提问啊 啊 哥你还有机会穿女装吗 真有你的 真敢问啊 我都我都不用犯答案之处 我替你回答 不可能 听到了吗 当然也可以再试试 貌似 貌似是有把握的 我告诉你没有把握 没有把握 这个问题没有把握 不可能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我现在可以在这里发誓 绝对不可能 女装 no no 下个问题啊 再来两个吧 再来两个问题啊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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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还会跳女团舞吗 好 看到了 未知可否 未知 好 再来一个啊 大家可以问一个大家的问题吗 不用老问我的 你们可以问一些你们自己的除了报复以外的其他的问题 嗯 就是那个 看看啊 生病了能痊愈吗 生病了能痊愈吗 这个问题吧 生病了能痊愈吗 等一等 等一等啊 再来最后一个减肥能成功吗 好 这是个好问题 这样吧 我这样给大家吧 停 好看这是什么 还是这个 那 这应该是这个刚才看过有痕迹啊 再来一遍 一模一样了 停 就这个吧 还是 未知可否 好吧 终于健肥成功 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想问的 我能解答你们的 有关剧情的也可以 什么时候能听我唱歌 嗯 有机会吧 有机会我想把 周天之变 嗯 认真的 可以个 可以唱一个现场吗 给大家 周天之变 因为这个我也特别喜欢 非常非常喜欢 有没有艺人演唱会 大家也可以问问导演哈 可以唱两句吗 行吧 唱两句吧 这已经 嗯 已经那个大结局了吗 唱两句吧 想唱就唱两句 啊 从哪唱呢 就唱中间那段吧 我进入的那段 好 唱一首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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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一首歌 这曲的奇迹 在机器 无法轻易结束的闹剧 要学会面对片刻迷茫 请别执着方向 请别执着方向 啊 啊 要学会面对片刻迷茫 请别执着方向 嗯 我觉得就是大家 也可以把这个当做一个 你讲吧 就是 嗯 当你有压力的时候 或者说当你遇到一些困境的时候 其实可以是让自己解脱一下 或者洒脱一点 就不要去执着某件 嗯 很难达到的事情 可以活在当下 珍惜现在自己所拥有的 或许你可以得到你更想要的 或许你可以得到你最想要的 感冒好了吗 好了 开始增肌 对 现在 因为上一个 上一个戏 其实是那个 嗯 因为角色嘛 会更年轻一些 所以就是也让自己稍微的 减重了很多 现在也是在重新把这个 健身再找回来 嗯 然后 其实还有一些 想和大家分享的 就是 嗯 我看大家也在这个评论里有说到 就是 嗯 王爷带给我什么 嗯 我从王爷身上学习到了什么 其实在这儿呢 也想分享 嗯 王爷在这个剧中 嗯 说过的一句话 嗯 对 他也是 《清静经》里面的一句话 就是 真常应勿 真常德性 常硬 常静 常清静义 对 我觉得这句话就是 呃 嗯 嗯 会让我更加看开 我身边的很多事情 对 就是当你用一个清静的心态 去看待外界的事物的时候 外界的事物 也会变得清静 嗯 当内外都变得清静的时候 那才是真正的清静 对 我觉得这句话就是 是 当你 嗯 觉得自己 浮躁的时候 当你觉得自己疲惫的时候 当你觉得自己 没有能量的时候 嗯 当你觉得压力大的时候 都很适用 嗯 就是 以平和的心态 去看待所有的事情 或许很多 将我面临的困难 可以迎刃而解 嗯 清静不了一点 是的是的 就是 这个 话说是简单了 就是 对 讲这段台词是简单的 但是真的想要做到的 的确就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嗯 所以只能说是 希望 嗯 对 就是这种 万无皆空的这种理念哈 就是 的确作为就是常人 就包括我在内 其实都很难去 达到这个境界 对 但是还是希望这句话 通过分享这句话吧 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 呃 哪怕是一些 一些 嗯 小小的感触呢 对 或许你在面临困难的时候 或许你在面临一些 或许是在你一些关键的节点的时候呢 想到这句话 可以帮到你 对对对对 情绪稳定 情绪稳定很重要 我觉得王也是个情绪稳定的人 当然 剧中也有一次情绪不稳定的 对 就是在这个 跟这个 诸葛青 battle的时候 然后诸葛青 非要想探究 他 他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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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背后隐藏的秘密 他的这个技能 那时候王也骂街了 对 他可能就全句就情绪不稳定 那么一次 直播也快到尾声了 直播也快到尾声了 嗯 在最后看看大家的评论 对啊 因为快到中秋节了嘛 大家也 也挺晚的 可以去多陪伴一下自己的家人 然后 没有追剧的朋友们 可以再 把今天的大结局追完 然后最后呢 就是还是想说 首先感谢大家 嗯 这么支持一人之下 嗯 嗯 感谢大家给我这么多鼓励和支持 感谢大家 嗯 这么喜欢王也 我觉得大家对于这个角色的认可 就是 对于我最好的鼓励 嗯 也会让我在我接下来的演绎道路 更加的 嗯 有信心 更加的有勇气 有勇气去做我想做的事 而且我觉得 嗯 王也 其实就像导演 我有看到导演有一个采访讲到 其实导演私下也有跟我聊到 就是说 不知道怎么 嗯 好像是 冥冥之中 这个上天安排的 嗯 让我演了王也 他觉得这是 嗯 他和我的一个缘分 也是王也和我的一个缘分 我觉得也是这样 嗯 我觉得王也是上天给我最好的一个礼物 也希望王也在剧中的一些独白 他的一些 嗯 关键的表达 嗯 可以 嗯 可以 嗯 让大家有一些 带给大家一些思考 或者是一些感触吧 嗯 那最后 就跟大家 说再见了 也和小王也说再见 好 拜拜大家